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脆 咱们一不做 二不休 魏队长 你平时总是很低调 今天怎么 俗话说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你都想把带离两个字去掉 我怎么了 我也想把局座的位置上靠一靠啊 这是人之常情吗 如果真的 我是特务机关机关长 你是上海滩警察局的大局长 我们金城合作 那一定会是中联闭合相得一张 机会不是总有的 它会转瞬即失 所以我们必须 牢牢牢地抓住 机关长 阴影啊 你现在就把代理二字给我去掉了 那是您 站得高 看得远 我是十分佩服您啊 你很会说话 说得我很舒服 现在还不是舒服的时候 我们要抓紧 你 走 走 谁在那呢 有人喝多了吗 我去看看 是 是徐马 徐马 她死了 她死了 停电了 密锁 快进来 雷大哥 从现在的形势来看 你一定要和华为元相认 否则的话 这本作谱真的就成了无子天书了 好吧 我会想办法的 好 现在就看您的了 我等您的好消息 同时我会尽全力配合和帮助您 谢谢 陆燕 听听 没吓到你们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在屋里说着话 听到外边一声惨叫 出来一看 已经这样了 看伤口 凶手使用的应该是短刀 短刀 这就对了 只要你们平安无事 那就好 我很快去调查 德行 徐马的尸体 抬到警局的验尸房 是 听听 你自己多保重 我马上去验尸 听听 以后你就知道 爸爸对你的良苦用心了 不 钟先生说的对 如果不能让如烟信任的话 他根本不可能帮助我 破解所谱之命 怎么才能让如烟相信 我就是他当年的铁丝恩呢 现在到你房间去 怎么了 如烟疑为什么这么严肃 说不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你说什么 企鹅被杀了 他的尸体已经被罗兴权 抬回警察局的验尸房 知道凶手是谁吗 什么 你把他给杀了 他一直在挡我的路 你呀 你呀 我怎么了吗 你有可能是闯大祸了 闯大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徐妈 很可能是招舱司令长官埋下的另一条案线 啊 不会吧 怎么不会 他的代号叫企鹅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我也是刚刚得到的这个讯息 这可怎么办 别急 让我们共同想想办法 嗯 回吧 没看老子在忙的吗 你这么一打哈地 把我也带困了 举座 你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再有一个点天就亮了 那你也得给我打起精神来 把徐妈的尸体给我看好了 他可是咱们的后身符啊 我已经派咱们的亲信去看守徐妈的尸体了 我命令他们眼睛都不能眨一下 举座你放心吧 啊 举总 您模仿徐妈的笔迹 真像啊 哼 老子这个局长也不是吃干饭的 今晚这件事情 你知我知 咽在肚子里 不能说出去 绝对不说 绝对不说 这叫物尽其用 徐老妈子 斯拉萨迪 可以帮我们一把地干活 这水一浑 说不定 我们可以趁此机会 摸上几条鱼 嗯 举座多谋啊 对了 那眼镜蛇是谁啊 这个眼镜蛇是日本的一个高级间谍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谁 不过我敢确定徐妈是招仓司令长官的人 那个方锡涵 是中共地下党也确定无疑 他是在利用我 日本人和日本人相互咬 我也就顺水推舟 给他来一个戒尸还魂 戒尸还魂 明天一早 咱们就把徐妈的尸体 送到日本司令部去 妈 为什么呀 你为什么不让我和于索哥在一起 你告诉我原因啊 我现在说不清楚 也不能跟你原因 但总而言之 你不能跟了于索在一起 更不能 谭情说爱 如果你不告诉我不让我们在一起的理由 我一定会和于索哥在一起 谭情怎么和如亚阿姨吵起来了 会不会是因为我和谭情之间的事 有可能 我死也不会回去你家了 谭情 谭情 你手啊 如亚阿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对不起 这件事我不会说 如亚阿姨 我会给您一个惊喜的 对于我来说 一切都无所谓了 对 就用当年的开索招金 如亚 等我 咱们马上就可以在一起了 希望我的死恩还活着 否则所谱 就随我进坟墓了 是他 是他 真的是他吗 guides 这 没 识 问题 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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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又犯病了 他怎么可能还活着呢 何军长 你的功劳大大的 原来你早就知道他是我的人 当然 我是怕别人知道 所以没敢说 幸亏你发现了凶手 否则企鹅会死不明目 您确定是眼睛谁干的 确定 我也会几个报仇 报告审理长官 三本求见 报告审理长官 金梅子战利机关长和魏英杰探长 全来求见 游戏 都来了 好 我答应 答应给你做当年开锁赵亲的衣服 我希望如愿能重新接受你 那样的话 我就放心了 compliqué único 不 如亚阿姨 实话对您说吧 我是替一个人来打听的 谁啊 当年的所侠铁斯恩 他 他不是早死了吗 您信吗 您不是也一直在期盼中等待吗 他如果还活着 早就该来找我了 如果他现在来 您认为晚了吗 斯恩还在人是吗 如果是别人冒充他 是为了夺走所谷 那可怎么办 但愿他还活着 哪怕让我见他一面 我立刻离开呢 平定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你妈妈接受我的 如果妈妈不同意 我和你在一起 我就以死相逼 不行 你要是死的话 那我也不活了 那 那 那咱们私奔吧 那咱们私奔吧 秘密 秘密 我会的 你不信 他奶奶的 偏偏这个时候打电话 赶紧把山盘给毙了呀 嗨 我一定会以大局为重 请最高司令长官放弃 嗨 嗨 高层司令长官 我 放了 不 山本的职位已经被剥夺了 金妹子正式接级 机关长之务 另外 一定要尽快招出中共地下党的那只雄翼 佛总 精华出事 嗨 金妹子 听清楚了吗 嗨 嗨 游烟 我一定唤起你 对我们当初的美好记忆 山本肯定是要利用彼得洛维奇 揭露罗星拳 罗星拳对彼得洛维奇也会杀人灭口 聪明 咱们就给他来一个一键双 把彼得洛维奇杀掉 告知盖世太保 假货山本 再给德国的盖世太保送信 利用盖世太保 除掉山本 最后再稳稳地收拾掉罗星拳 机关长高明啊 你也就是真正的畏惧做了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哎 我发现 我真的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别别别 我觉得 我配不上你 什么配上配不上的 只要我精美子乐意 就行了 谢谢机关长厚爱 能配合机关长的工作 我已经感到荣幸之际 别的 就不敢多想了 你们中国有句话叫 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 更何况咱们俩不是臭皮匠 肯定比三个臭皮匠更聪明 爸 我想让婷婷住到咱们家 住咱们家 为什么 不为什么 恐怕不大好吗 怎么不大好 我说不好就不好 妈 你这是不讲道理 我怎么不讲道理 你不就是因为 婷婷的爸爸是罗星泉吗 是汉奸吗 他是他 他爸是他爸 这是两码事 那到底是为什么 行了你会明白的 我不明白 我也不想明白 爸 我算是看明白 你明白什么了 你自私 混蛋 语所 你快出去 你拉我干什么 语所大了 你不能动不动就回巴掌 你没听见他怎么跟我说话的 气死我了 这事怨你 你应该勇敢的告诉孩子真相 我下午我 你一定会说话的 我为什么 你不微信 你不说话的 你们不说话的 我没有人 我始终 你不说话的 你不说话的 我 你不说话的 你不说话的 罗婷婷 你不喜欢我不要紧 你干嘛刺激我呀 我会让你俩好过的 继续加大力度 让他们狗咬狗 咬得两半句少 我会的 你们这边情况怎么样 但愿今天晚上 雷汉的所谓没能够成功 是啊 如果二人不能相认 那么 所不知你 就永远无法解开了 谢谢 怎么今天这么高兴呢 路亚阿姨 我想给您一个惊喜 惊喜 爹 今天晚上 汉桑洪夜鑽 送你的 我卖所挣钱给你买的衣服 喜欢吗 喜欢 这衣服啊 只有你穿上才好看 我嫁你的时候 一定穿这件衣服 你放心 老实话 还有更好的 这次开所招亲 你一定要应罗欣权 否则 我死也不会嫁给他吧 我这次不但要赢他 还要赢所有人 谁也别想把你抢走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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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行动了 快去报仇 走 山本竟然还有手下 山本这小子看起来人缘不错 还有人死心塌地的 给他卖命 没错 我看的一经二统 把那些德国鬼子给老子送来的十万马克准备好 他奶奶 这笔钱在老子手里还没有污热 去 让行动组给老子结合 是 让他轻轻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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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